歡迎來到快捷彈一家 我是盈婷 今天一開場我們又來到大自然囉 這也沒辦法 因為到歲末年中 各個品牌新車一台一台出 我們每天幾乎都在試車 這也意味著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更多的 新車的細節跟試車的報導 那麼今天我們來鎖定 這一週要盤點的豪華車品牌 豪華車品牌出的招可也不少 而且一場比一場還要盛大 今天我們針對豪華品牌的休旅車 先帶大家好好來比較比較 第一站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是BMW賣的最好的休旅車 都記得 BMW X3發表會現場 Let's go 那麼身為有氣質的貴婦 而且很動感 我今天的穿著也要搭配我們今天的X3 B&W X4的盛大發表 所以我哪裡有動感呢 就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我的衣服有BMW Logo 湊飛 湊飛 好啦我請駕槓有BMW Logo的好朋友進來 Eddie哥 這實在是真的啦 我這個才是 有沒有呼應一下今天BMW之夜這樣子 今天我覺得X3出來 剛以前我們常常在看X3 對啊我是有點 之前的小改我無感啦 但這次的改變讓我覺得 內外堅固 全部都有改變 外型啦 先看它水箱護照 我覺得這個全新設計的真的漂亮很多 大家都覺得說 航行世代都要朝更巨大的這個水箱護照前進 但是它這差勢並沒有這樣做 對好我們今天現場的這幾台車呢 X3的X-Drive 20i 這一台呢是X-Line 在現場看很好看 那再來就是這一台在我們正旁邊的 這是X-Drive 30i的M Sport 以及等一下看到X4 M40i 今天也有30i的一些選項 但是他們都有不一樣的套件來做搭配 X4的這個水箱護照 又特別的一個專屬的網格 跟X3來做一些區別 霧銀的做法 然後把這個內部都做這個黑色的紋路 這個黑色的漆 就是它讓霧銀在單面上呈現 然後一樣是這個自動起壁式的 的這個水箱罩 一樣在這個空氣動力 在省油上面都有好的幫助 保桿上面的這種進氣這種標記 對 將會是這個BMW在這個X3X4上 很容易認得的前車的一個 應該說保桿的一個樣式 對 這是新年式製作法 因為左右的臉都有一個三角的概念 然後再加上這裡Air Curtain做進來 這次的大燈其實比較低點 就是把大洞的面積縮小 符合它這個比較銳利的眼神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這一次X3跟X4 在車頭設計的一些重點 對 而且這一次是智慧型的頭燈 所以這個車子跟你出去 它是每個地方都是有巧思的 很多都是跑車在做的事 它也放在修理車上面 難怪因為以BMW來講X3 真的 我的車友非常的多 是不是好看很多 19寸 它做這樣子 就有點像蜘蛛網 它是有亮黑烤漆加上金屬車銷 那這樣的搭配其實現在都很流行 那也可以顯出這個性能的感覺 車側的線條不用講 我的引擎蓋都搞成那樣 我車側當然也不能馬虎啦 然後到車尾囉 欸李克你看 對 這兩個C正反C合網裡面 Beauty C超好看的 3D立體喔 根據是立體的 再來是它的中間跟外面的 它有做內凹 對 所以這樣子的造型會使得 踏山在車尾看起來 比車頭更要吸引人 等於後方的這個注意力 會被這兩個燈具所吸引 雙邊單出的矩形排氣管 這是真的排氣管 視覺力道上也應該 在同級車中應該是最大的 而且我覺得雙邊感覺 比較均衡一點的感覺 就是視覺上啦 然後它有矩形的 然後整個包在 它等於跟它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那種整體性很一致很好看 其實這一次的X3啊 雖然內跟外的改款的重點 讓你會感覺很有感 但是其實它的車格 跟原本的X3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會想說 我車子是不是又變得更大 不會 是跟原本一模一樣 我們這裡一樣是有防刮 打開看 呦 還是有一些收納空間 內部有做一些 簡易的收納空間 所以可以做兩層的搭放 防車有的會做下凹 你要拉起來放進去 但這是全平面 對 所以你在置物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地面 直接推到這個行李箱的位置 所以是一個省力的設計 這一台是X4的M40i 你看它的屁股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看的 真的很不一樣 當然Lake Coupe 我覺得爬哩爬哩 就漂亮耶 很好看齁 感覺真的是美 對 是不是好看很多 可是也因為設計的關係 所以它就維持之前X4的樣貌 尾燈是一樣 沒有剛剛兩個C的感覺 但是兩個L 剛剛開後行李箱是去按的 這不一樣 我是比較爬哩爬哩的 黑的LOGO 推一下LOGO 開口也是挺大的 只是它這個就有個 往下的內凹 提到X3真的比較家庭化 所以它在上下物品的時候 它這個是做平的 剛剛是平的 這個就是做有一點高 像防車一樣 但是防車最高 它還是還是還好一點 這一樣 雙邊有軌道 可以固定這個物品 對 所以這也是高級化的做法 對 那剛剛X3的話 它的後箱行李空間是1600升 是其實很夠放啦 我要看造型 對 重點是保管 對 它的下保管 你不覺得好看 它的照高亮黑的做法 大家勸大家不要買什麼黑色 要買黑色以外的顏色 就可以跟這個後下 兩邊雙出的彈性鬼滋管 做搭配 非常的動感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在保管上不做這麼多的複雜的變化 對 都是做一片式的 或者是一個區域 但是它做這種 有折線 有浮按 很多 然後再內凹出來 會讓車尾更火鍋 會讓車尾更火鍋 內凹出來 然後連飾管的顏色也不太一樣 黑色 台積管的飾管也是深色的 也是亮摺亮摺高光摺的 然後左右兩邊也是三角縮進來 如果是以X3我們剛剛看到的樣貌 其實屁股啊 太休旅車的感覺會覺得呆板 但是它透過很多很多很多的線條 那是跑車才要忙的事 它也現在這麼做 讓它有很多線條變得活潑 那X4呢 因為它要更帥 因為它有點類苦貝的造型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它就用這種曲面的感覺 曲面的身為 對 其實這一次全車系都是48V的 高效的動力 所以讓你在開的時候呢 像我們還可以加11匹的馬力上去 我覺得很不錯 再來就是它的內裝也會粉有感 那我們進去看一看囉 進到我們的M40i裡面 車門版值得你一看的 因為車門版這裡寫一個X 超好看 上面有Harmone Card 然後旁邊氣氛燈跟那個 欸它的那個飾板還給你做這樣子欸 是紋路 紋路這麼漂亮啊 這裡也是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個安全帶 對 它有也是Mpower的那個紋路 對 所以連安全帶都有 M40i專屬安全帶 我看 欸所以我這個也是M40i的這個跑車座椅喔 M的跑車座椅 你看看 喔好好看喔 這裡的隱形就是跑車座椅 對這裡就寫個M 然後有藍色的封線 整個搭配起來 都是這種軟質的 如果你是M40i的話 其實你在車子裡面會看到很多M的字樣 然後包括我在車側的背景 然後這裡呢也有一個M 如果是一般的X3 X4 它上面就是X3 X4 對 如果是X4 Competition 它就X4 Competition 寫在這裡 就不一樣的 置物空間 置物空間 好都在前面 然後有USB 沒錯 然後前方就可以 我們要放雜物 我們看到這個 處理油版跟最新的 12.3吋中控 操作很便利 直覺性的閱讀很方便 嗯 在我們的視覺之上 然後可以看著前方 就可以搭配這個 中央的螢幕來使用 對 然後在這麼科技的邏輯之下 它還維持住 收音機是 傳統旋鈕 空調也是 按鈕是 操作上的便利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會比很多品牌 直覺許多 因為豪華車我們開很多 你有時候還要研究一下 它長哪裡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 店門沒開動的話 你並不知道 那個按鍵在哪 那因為很直覺 就是在BMW車上 你可以專心的操控 一按就一觸即發的概念 然後 身為X3的車主呢 如果你家裡有 舊的X世代的車的話 你會發現 新世代真的差很多 最有感就是這一大塊 12.3吋 再加上你的儀表板 整個連在一起 這科技度大躍進耶 在儀表上 一定看到這個車道 跟左右兩邊的狀況 對 所以這個是現在的科技中 在我們講 稍微傳統的介面中 但是有著新的這個 所謂的安全科技 對 所以這樣子的搭配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對 我不要全部都最新 我喜歡這個有一點 舊的油車的便利性 因為我不用改變習慣 第二個 它的內 它的應該說內建的 這些安全設備偵測 有現代的水準 對 就兩個搭配 iDrive 7.0 還有這個手寫的功能 都是應該說這一代 相當便利的使用方法 它這也還是用旋鈕的方式 讓你做調整 所以就很直覺 很直覺啦 很直觀 那我自己最羨慕就是 現在全部都有 這個B&W的Personal Co-Pilot 對 也就是你要坐動啊 你要限你的車速啊 然後跟車啊 全部都很清楚 整點就可以 應該說操作 給到滿耶 雖然我們是有點類Coupe 可是我覺得 坐在裡面的空間 也還不錯 對 其實頭部空間也很充裕 那後面我覺得 後面頭部空間也充裕 因為這個車 距離不是那麼小 它不是CUV的等級 它是一個中大型的SUV 對 所以尺碼夠 空間就夠 那這種Lag配的造型 也會兼具 也有部分實用 也有部分美感 對 然後下面再搭配這個六角形的 都是新的設計 很好看 對 新世代 也是金屬的外框的感覺 對 然後用這個條 這上面還有一個 對 也是金屬的旋鈕 來決定 除風口關閉或者是開啟 對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X車系的話 幫大家簡單科普一下 因為不管是X3X4 20i就是透氣皮 然後到了30i的M Sport 它就是Vernasca的那個真皮的座椅 然後我們現在叫做M40i 對 就是這種跑車座椅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進到後座囉 其實雙前座的座椅還可以加熱 這種天氣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然後還有電動腰靠是實用的 但第二排才是大家真正關心的 對不對 我就偏偏要挑Lag Coupe的X4來試一下 咦 好像沒有那麼局促耶 你人高馬大的 對 我180馬上面大概半個捲頭 還可以 因為它在頂童上有做一個內凹 有內凹耶 所以坐進來的時候 雖然路口窄了一點 低了一點 但是你進來坐到位置上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足夠的空間 對 然後我離前面也OK 我的前面大概有一個拳頭到一個半 對 然後這裡我們還是有獨立的觸風口 對 後座有獨立的空調 它是三區恆風空調 所以後座可以調自己獨立的溫度 對 還有兩個Type C 我覺得是實用的喔 就算坐後面 然後因為它是424分0 所以可以更加的實用嘛 因為後面的空間 我們剛剛有看到X3跟X4的差異 那424分0 就代表我們的椅子 能夠運用也很重要對不對 我的椅子可以調嗎 對有 你看我們在椅子上有椅子 大概有大概 4公分的椅背插距 它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塞滿東西的時候 椅背可以再直一點點 對 我可以稍微直一點點 你把它扣住 扣住了 然後呢如果要往後就 可以再往下 可以再往下 那這424另外一個有趣的是什麼 這是我研究你 這是一個遊樂場 遊樂場 小孩可以偷偷爬來爬去 對 大一點的小孩 已經脫離座椅的小孩 我們去露營的話 聽的時候 然後要拿東西是方便的 或者小孩 對 它就會爬來爬去 天窗呢它也比較公平 它也往後延伸 雖然沒有到整片啦 但是前面有 後面這裡也有天窗 但是後座的視野也可以 都可以看到 可以透過 可以透過天窗去看外面 所以都會接受到外面的光線 嗯 然後這裡呢 雖然是看起來平整的 但如果你要掛東西啊 有時候出去 一定要掛衣服 掛這 或者是你買了面線 要掛這裡 是方便的 左右兩邊 現在新的這個X車系 其實有很多的 新的智能的科技 像我們之前試的7系列 很多在裡面 我也有看到這個元素 然後比方你可以透過 你好BMW呼喚它 然後可以請它幫你把冷氣調整 可以請它幫你開關窗 這些全部都是最基本的 對 只有是在iDrive裡面 在我們今天看完了 很漂亮的BMW X3 X4的休旅大軍 那其實我也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節目最後有彩蛋喔 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有法拉利一個 很帥氣的車款 但是來 剛剛看到BMW休旅大軍 你就會說 那邊爐咧 邊試車不好意思 可能還要再等等 因為連國外 現在巴士都還沒一撇 有在動作 但是到台灣還有得等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 另外一個哪一個豪華品牌呢 那當然就是寶石捷囉 因為它幾乎已經落石槌了 在國外疊造被看到的 那一台就是 寶石捷的MACON EV電動休旅車 但其實要等到來到台灣 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現在台灣的寶石捷 又做了什麼樣的動作呢 當然就是要繼續推出 油車的MACON 那既然要推出後面有電動車 這叫做前後的策略要做調整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MACON的改款呢 不得了 動力升級 然後呢配備還給的更好 但是MACON要選配備 會讓你眼花撩亂對不對 不要急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盤點一下 新的MACON跟可以選的配備 大家好 要說到豪華品牌修旅車 我覺得前三名你口中一定會講出這個品牌 沒看錯今天我們現場呢 是盛大發表的寶石捷的MACON 改款囉 而且有新車色喔 這次有14種車色 這一個叫做木瓜菊 等一下好好認識它 既然要出場 而且在台灣這麼受歡迎的寶石捷休旅 我當然就要來個華麗的開場 我們直接來到舞台上方 這個身段都要跟著優雅起來 因為這一次的MACON說實在的 以前我們不是都會去研究到MACON Turbo等嗎 但這一次我覺得對我而言呢 車型規格 對我的金魚腦而言 終於比較容易記住了 Golden哥哥 因為本人有金魚腦的困擾 但是還好這次MACON我可以認識他了 別這樣說 我點得出名字喔 MACON嘛 MACON S 然後MACON GTS 是這次的頂規 對 這次我們車型編程上面做了一點調整 我們取消了原來的Turbo版本 然後直接把GTS拉成我們的最頂規格 但是雖然拉最頂規格 但同時我們也把那個引擎的動力輸出 拉高變成跟過去的MACON Turbo 是同一個Level 對好四百多匹 四百四十匹 四百四十匹對不對 對然後變化比較大就是MACON S S現在也是開始搭載新的引擎 2.9升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對然後它的動力 則拉高成跟過去GTS一樣的規格 三百八十匹 到三百八十匹了 對三百八十匹 哇塞我覺得寶石姐改款就是這樣 我對它的期待呢 最基本最基本 雖然這樣講很壞 最基本就是動力要要升 要升要升 性能馬力操控要再往上彈兩級 沒有沒有 這才是我們對寶石姐的期待 沒錯沒錯 然後再來的話是MACON的基礎款 最大馬力 對拉到了265匹 也有265匹了 對對對 全部都往上增加了 全部往上增加啊 對 所以你說我說這是最基本的 確實是怎麼做沒錯 應該的 對 好我們來看相對入門的MACON 當然我今天重頭戲會放GTS啦 我覺得金屬龍膽藍很好看 因為這次有14種車色 對 保證會有選擇障礙 不會我覺得 待會我們還會看到有一部 新的顏色叫木瓜橘 對 我喜歡 對 跟熔岩橘不一樣 我很喜歡最近有一些那種 比較跳比較亮的顏色 對齁 要嘛龍膽 要嘛木瓜 對還有之前像比如說 Miami藍這些顏色 對就很好聽啊 蟒蛇綠啊 這次好像有蟒蛇綠 也有 可惜現場我沒看到 我先來看這台MACON 改款之後啊 其實從車頭看啊 跟之前的MACON不一樣了 對 你會覺得它是笑得更開 氣霸變得 它的造型不一樣 變得比較 更霸氣一點 對 而且以前可能黑色的部分 會點綴多一點 現在好像很多超跑也是如此 就是會跟車身同色 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新的MACON的臉譜 就是更一致性 然後有更低趴一點的感覺 有 尤其是偏 變得更大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比如說 因為七八拉寬了嘛 嗯 視覺拉寬了 所以看起來更大 對 那待會看到有些車款 你說黑化的這種套件 對 讓它可以看起來更 sporty一點 對 那現在看到這一部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了它的 真實入門MACON 對 鍍鉻的這些元素窗框這些的 還是有 然後但是燈的部分把它上移了 對 對 然後這個你看MACON 入門版還有待會看到MACONS 它們前面的氣霸 它裡面加了車身銅色的這個元素在 那GTS的車款呢 則是全部都是黑化的 對 我就是先把畫料在這 你現在才可以多看它兩秒 等一下你看到另外兩台 你就會突然間不想看它 因為我覺得帥度是往上彈很多的耶 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對 真的很帥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更跑車的感覺了 然後今天現場我看了一下好了 連天 我知道了MACON的標配是19吋 然後MACONS20吋 然後GTS當然就21吋 21吋 但是因為我都知道那個PTW 是一個重賢單位 所以全部都升級 喜歡這個稱號耶 重賢單位 21吋就給它寫下去很好看 每個圈都很好看 因為其實很多車主的期望也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要把車子 重點旅圈加大 一定在視覺上面的張力就會比較夠 對啊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有這麼多選擇 那我不賣關子了好不好 重頭戲就後面 好 我就不要走太遠 我直接傳過來 MACONS的GTS好不好 沒有Turbo了 No more Turbo 你可能買舊的還有 去保時捷認證中古車 進馬以後做GTS 對 因為我們覺得GTS它除了動力更大之外 但是它其實在整個底盤調效的話 它會是更Balance 然後更Sporty一點 更符合賽道使用上面 對 那這部車你就看到我們做了一些選配 包括黑化的套件 然後包括鋁圈 然後你看到側面 它還有加了碳纖維的元素 那更重要的是我覺得 就是說原廠它有很注重細節的部分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前面的氣板 它裡面做了一些立體的壓紋 對 是這個立體耶 對 只是圖案而已喔 那雖然是小小地方 但是在視覺觀感上面 它會呈現不一樣的感受 對 確實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跟Makon放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GTS兇很多 它就是兇 對 然後這個黑色的部分 黑化我覺得真的就是讓它有那種跑車的感覺 對 對 然後說到跑車 我覺得車室裡面 我們可以利用現在去看一下 可以 因為它的方向盤 是 也是跑車方向盤嗎 我們這次把911的方向盤 直接讓Makon使用 哎呀 就把這台Makon當作你們家的第一台992吧 咱們就把我們的Makon當作家裡頭的第一台992的概念 至少我摸到 Oh my god 我好喜歡 那車子最大的 內裝最大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上一次小改款的時候 已經加入了這個大螢幕的PCM的介面 那新的車款呢 那就是把我們前面中控台這邊 本來實體的按鈕也全部都取消 全部變成這種鏡面的 對 因為我可以電門啟動嗎 可以的 那它這個就會跟我們目前所看到的Taicon啊 這些車款就是有一致的這種家族語言在裡面 就是原本它是休眠狀態 你一開的時候它就過過來了 而且有個重點啊 就是買保時捷跑車我們都要Sports Chrono對不對 對 既然貴為GTS 這當然要得到它啊 沒錯 但是我並不想做任何的選配 畢竟我這個人精精精 有沒有 這是標配的嗎 已經挺太客氣了 GTS要標配這樣的呼應 我們對這個車運動化的期待 對 所以GTS裡面是有Sports Chrono的 對 不用再傷腦筋了 啊 它的混檔撥片 對 然後包括它這個是 有點像是懸浮式的這種方向盤 嗯 快撥鍵 哇 我們這99開一次992 你看家裡如果在Macon 你也可以把它當992再開 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有戰鬥氛圍耶 是 加上你們這邊改成這樣 因為之前的那個按鈕式的啊 會讓我覺得是這種武力展現 它有它的質感 對 但是因為現在變成這樣的話 我覺得它質感更像未來電動車的那種套樓 但是之前的話 如果我是預算型買家 然後我買了Macon 我可能這裡會很多流控 然後車友們一上來說 哦 那車姐你沒有選那個 哦 是這樣子嗎 哦原來是這樣子 對 突然間覺得車友之間一上來 哦原來哦 但是這個就會低調很多 我只要沒有發動的話 什麼都不知道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好 而且很有質感啊 然後排檔哇很好看 這是七速的PDK這次 對 雙離合器的 哦讚好想開到它 很讚 然後一樣我們的這個鑰匙 是在這裡的 對沒錯 據我們所了解 這就是最後搭載 內燃機動力的Macon 因為 我們目前知道 下一代的Macon 會出現全電的版本 哦 國外的疊照出來 Macon EV 天啊 對我們今天有發過 對已經在最後測試階段 但是目前上次騎乘 對 請大家拭目以待 對所以這個東西 你就大概知道為什麼 因為Macon EV 我看接下來 就大概是類似這樣子的樣貌 非常非常未來感 因為今天記者會時間很緊湊 那謝謝個人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的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跨界大贏家吧 Win跨界大贏家